槍台来袭新竹市政府灾变中心 一级开设各局处进驻 但传出从早上到下午三点前 市长高宏安没进灾防中心 照理来说新竹三长市长副市长及秘书长 至少要有一人在 而高宏安只在中午透过社群平台 发布附电公告 坐镇中心或出门视察一眼水地区 就是市长的基本职责 如果高宏安市长因为担心 自己明天的官司结果 而无心事政 那这也是市民朋友相当不乐见 就连议员都想问市长 究竟三点前哪去了 难道因为原定二十四号 高宏安摄探案要一审宣判 因为台风搅局延期 这才低调再低调吗 市长是明天官司 有没有信心都会紧张 前一天主持完演习 高宏安必谈摄探案 只是如今又被议员踢爆 高宏安上任后 办公室装潢费一百四十八万元 承包装潢厂商 也是高环友好业者 就连新添购的沙发 也被抓包从国外进口就电风 甚至最新一笔办公室 公务用化妆盒六百八十八元 也是报公帐 对此新竹市府回应 采购装潢都是沿用前朝 至于化妆品收纳和报公帐 则是错误资讯 不过议员在哄 公文白纸黑字 摆在眼前 要求新竹市府好好交代 三春环燕节后 才有新竹长报道 石头市有新竹市市场